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画出一朵美丽的小花 快 快拿起你的花 笔一起画一画 花高大的太阳 快 快 柠檬哥哥 你喜欢玩连连看吗 喜欢啊 这边有一题 马上让你玩玩看 好 泡妇姐姐 所以我只要把这题完成 就可以知道 今天要画什么了吗 当然了 我 你看出来了吗 我知道了 今天要画的是仙人掌 答对了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仙人掌 首先 在左边 慢慢地画出一颗 花生的形状 接着 在右边 再画出一个弯弯的花生 接着 中间的地方 我们画出一个球棒 把两个花生 黏在一起 小朋友 你们猜到了吗 它是一种植物哦 我们帮它穿上绿色的衣服 别忘了 它身上有很多刺刺的小配件 答对了 我们今天画的就是仙人掌 而且还长出了漂亮的小花 仙人掌出现在沙漠里哦 小朋友有没有看到 仙人掌的身上 长了好多次 现在赶快准备好你的笔 还有纸 跟着泡妇姐姐 还有柠檬哥哥 一起来画画了 今天我们邀请来两位很可爱的小朋友 在泡妇姐姐旁边的是佩莹 嗨 我是佩莹 在柠檬哥哥旁边的是子怡 大家好 我是子怡 刚刚我们都看过影片 那现在就由泡妇姐姐 再来示范一次仙人掌的形状 首先我们要在这边画一个 有一点点像花生弯弯的线条 把它黏在一起 看到了吗 好 接着再画一个哦 在另外一边 佩莹你觉得这个形状 除了像花生还像什么 甜不辣 像甜不辣是不是 那小朋友看到了 现在换佩莹再来示范一次 佩莹的甜不辣比较胖一点点 好 另外一边再画一个 这个也是甜不辣吗 对啊 两个甜不辣 画完仙人掌的手臂之后 接着再画她的身体 首先我们画一个大大的椭圆形 经过了甜不辣 也经过了花生 最后画回来 画完身体之后是不是觉得 还少了些什么东西呢 这是它的刺刺的 这边加一下 一点点 这边也加一点点 哇 仙人掌的形状跟线条 就都出来了 马上邀请子怡 好多个字哦 子怡画好了吗 画好了 嗯 小朋友 赶快准备好你们的笔 还有画纸 看完影片 赶快跟我们一起来画画咯 首先 我们在左边 画上弯弯的线条 慢慢地把它连在一起 有没有像是甜不辣呀 接着在右边 也画上弯弯的线条 慢慢地 也把它连在一起 有没有像是一个腰果呢 中间 画上一个大大的椭圆形 把甜不辣跟腰果 黏在一起 最后别忘了 加上颜色 然后再加上一些刺刺的 小朋友你们看 仙人掌就完成了 仙人掌开出漂亮的小花 有没有很漂亮啊 小朋友 又看完一次 仙人掌是怎么画了之后 现在赶快拿起你的笔 还有画纸跟着哥哥姐姐 一起来画画咯 马上就由泡芙姐姐 来教大家 画出仙人掌的形状 首先 小朋友还记不记得 我们仙人掌的左手臂 像什么东西 像甜不辣 像甜不辣 好 那泡芙姐姐就来画一个甜不辣 画好了 小朋友 你们要准备跟着泡芙姐姐 一起画甜不辣了 现在请佩颖来画出你的甜不辣 好 佩颖很厉害喔 她的甜不辣比泡芙姐姐小一点点 那请问一下 这样子只有左手臂 那另外一边的仙人掌是右手臂 对不对 对 好那我再画一个 这一次我画比较瘦一点点 这样子仙人掌有变化 好了 小朋友要换你了 换你画出另外一只手臂 现在请佩颖帮我画 好 佩颖的另外一只手臂 会比较大只 还是比较小只呢 好 佩颖的另外一个仙人掌 屁股好像比较胖一点点喔 好 我们画完了仙人掌的手臂之后 小朋友 现在跟着柠檬哥哥 一起来画仙人掌的身体喔 还记得吗 是一个大大的椭圆形 我们用这个椭圆形 来把我们仙人掌手臂 甜不辣 黏在一起 好 这边也延伸一下 小朋友 现在要欢迎你们画仙人掌的身体了 首先 邀请子怡来为我们把身体画上去 我看子怡的身体呢 把我们仙人掌画得很椭圆 很好看 画好了吗 画好了 但是还少了什么东西 子怡可以告诉我吗 少了刺 没错 少了刺 现在我们再来把刺给加上去 这样子就更像仙人掌了 现在请子怡来为我们示范一次吧 左边的手臂画好了 现在画身体 牛蒙可可问问看子怡喔 子怡 你觉得仙人掌的刺 长得像什么吗 像爸爸的胡须 像爸爸的胡须 像胡子怡一样 现在呢 我们已经把仙人掌 跟它的刺 都画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 把颜色给画上去 请问一下佩颖 你希望你的仙人掌 是什么颜色的 我希望是绿色跟黄色的 绿色跟黄色的 佩颖很会配色喔 哇 佩颖是绿色跟黄色 那子怡 你想要什么颜色的仙人掌 我想要彩虹的 彩色的仙人掌 小朋友 那你的仙人掌 又是什么颜色呢 赶快把它上色吧 那你彩色要先上哪一个 好吗 好 柠檬哥哥的仙人掌呢 想要深绿色 绿色 还有浅绿色 三种绿色组合而成 柠檬哥哥 你越来越会配色喔 子怡已经正在 红尘黄 把它的彩色仙人掌 涂到黄色了 好有创意的仙人掌 佩颖很厉害喔 它的仙人掌 主色是绿色的 但是它在旁边加一点黄色 打出漸层的感觉 很厉害的仙人掌 好厉害的仙人掌 这感觉像是在阳光下的仙人掌 亮亮的会打出太阳的黄色 还有自己本来的绿色 大家画好了吗 好了 小朋友 你们也画好了吗 现在我们来看看 现场小朋友他们的奏品 首先看一下子怡的 你们看 真的是一个彩色仙人掌 而且还有开出美丽的花朵 可是我们配影的也很厉害喔 我们的配影上面有一个 大大的红色蝴蝶结 而且感觉是一个很开心的仙人掌 那我来看柠檬哥哥的 柠檬哥哥呢 我画了一个这样 有建成的仙人掌 然后也开了美丽的花朵在上面 接着来看泡芙姐姐的 我的是仙人掌的皇后 好 小朋友 那你们仙人掌也都画好了吗 如果你觉得仙人掌只有画一个这样子 太孤单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再把它加一些东西上去 像这个样子 除了加背景之外 也可以加一个同伴在上面一起陪他 所以小朋友在家里 可以自己发挥想象力 也许你的仙人掌不是在沙漠里 是在你阳台的盆栽里 不一定喔 对 没错 小朋友 今天我们学会了画仙人掌 下一次再来跟着哥哥姐姐 来学更多有趣的东西吧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我们来加背景好不好 都送给婚礼 直战 也欢迎 specialist 明年真的是 要支援 还要更红 介绍 就这位 我们来愿意 大家 有